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华为技术台湾总代理讯威技术总经理 雍海Michael总经理上台致辞 来给大家报告最新华为的进展 那华为在今年第二季度正式成为全球第二大智慧型手机的出货厂商 那MIT20在两个星期前在伦敦发布 来在全球的媒体获得了这个意志的赞誉 包括英国 德国 法国 还有一些欧洲的主流媒体 全部是评价是No.1的今年的智慧型手机 大家一直期待的我们在台湾的第一家服务店 这个周末 周六我们就会在三窗的八楼揭晓 那我们今年的摄影大菜在台湾的叫时光 我们获得了三千多幅这个非常非常精美的作品的展出 以及颁奖都会在三窗的八楼举行 今年我们上半年在台湾展了四家店 那下半年我们持续的会在台中台南台北 甚至嘉义高雄我们当会展出八家店 那这些店的面积基本上都是三十平以上 大的能够到一百二十多平的大店 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MAT20系列的广告片 华为MAT20系列自在超越 好的 看完这个影片还有刚刚总经理的分享 我想大家已经很清楚了 这次的产品真的是一台AI的王者级的手机 马上为大家邀请迅微技术无线终端产品部 产品经理唐鼎峰先生上台为我们做最专业的分享 有请 好 现在在场的各位长官媒体朋友 还有花粉们你们好 好 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我们的新一代的华为MAT20系列 那在MAT系列上面来讲 一直以来都是华为 我们俗称叫秀肌肉的产品 在这上面所有的最新的黑科技 最酷炫的功能都会在MAT上面来做一个首发的展示 我们快速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我们的MAT系列的历史 早在2013年 当年我们以6.1寸的大萤幕 以4000M的一个大电池 好 来问鼎了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状况 在2014年的时候呢 我们则是在安卓系统里面阵营 创新搭载了按压式指纹的MAT7 并且这款手机 好 在我们的高端机里面 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销量 那带来到了16年的MAT9呢 则是实现了第一个22.5瓦的超级快充 好 以及18个月使用不卡顿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型手机 那18个月大家一定又觉得 反正看到你上台就是在吹牛 好 我们待会后面有媒体来告诉你 18个月他们怎么做到 为什么可以宣称不卡顿 好 那再来我们在去年 我们才一样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MAT10系列 我们带来了第一款的AI处理器 麒麟970 那么在今年呢 我们更强悍 更聪明的MAT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精彩 我们从设计 性能 摄影 还有以及体验 四个方向来为各位做一个说明 先看到设计的部分 MAT20系列整体的设计 都来自于一个东方的对称之美 同时在我们的MAT20 Pro上面 做了一个非常流体力学的一个设计 看着美握在手里面也很顺手 在我们的MAT20 6.53吋 对不起 跳了一眼 没关系 好 在我们这次我们的MAT20 Pro 它是来到了一个6.39吋的2K曲面的荧幕 好 那它的比例是19.5比9 所以看起来会稍微狭长一点 好 但是整体的色彩非常的漂亮 同时呢 在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的屏占比来看 都来到了行业的一个巅峰的水平 88跟86 那我们看到旁边的镜屏 大家一看就非常的清楚 那也包含在我们的边框上面 好 各位都知道 2018年是全面屏的一年 不管你是18.9全面屏 还是刘海全面屏 边框都必须保持一定的厚度 否则做不下去 但是我们已经把边框 推薄到最薄2.1个mm 好 这样的一个手感 让消费者在正面的视觉 除了更无阶之外 手感也更好 但是对我们的研发工程师 他们就很辛苦了 因为要推到这样的良率 是不容易控制的 好 那这是我们的Mate 20 它来到一个6.53寸的 Full HD Plus的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 珍珠屏的一个全面屏设计 它保留了Mate 传统经典的18.7比9的一个设计 好 那亮度可以高达最高820个Nits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曲面设计 它是非常的流畅 各位可能听我讲说 握在手里很舒服 到底是什么感觉 又不是棉花 我想各位待会我们到后面 我们实际拿到实机之后 真正体验一下 我们Mate系列的这个曲线设计 到底握起来有多舒服 那在这一次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记忆卡规格 叫做Nano Memory Card 那很多消费者在伦敦发布会 一发布的时候说 华为你又搞独规 这样怎么玩 好 我想跟各位remind一下 15年前 15年前在2004年的时候 当时的所谓的独规 是由Motorola搞出来的 他跟Sandisk一起搞了一个 当时叫做Transflash 后来由SD卡协会加以统一之后 才形成大家今天在用的MicroSD 15年过去了 手机萤幕越做越大 机器但是越做越小 代表里面的空间被压缩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新推出了 比原本的MicroSD 再小45%的新的记忆卡规则 Nano Memory Card 那也希望能够成为SD卡行业的一个标杆 好 这里面我们也搭载了 新的一个屏内指纹的一个技术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的指纹辨识 直接做在了萤幕的在下方 你只要轻轻的压下去 它会自动浮现出来一个辨识区域 压下去就直接马上辨识 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们的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卡托的部分 好 各位可以看得到 好 我们的这个卡托是全新设计过的 它的大小就跟一般的SIM卡 现在的Nano SIM是同样大小的 好 同样大小 所以当你只有用单卡的时候呢 你的第二张附卡就可以拿来用这个记忆卡 去做一个扩充 好 那在我们的Mate 20 Pro上面 也实现到了目前防水防尘 最高端的IP68级的工艺 好 那再来 我们在机器的背后呢 我们在今年的P20系列实现了一个极光色 好 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那我们这次也则导入了新的一个工艺技术 叫做超光学结构纹 这个技术是从玻璃上面做 又利用黄光石科的方式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细致的纹路 用手是摸得到的 好 但是它是玻璃 好 那这样的一个光影色彩的一个流转 跟一个抗指纹的技术 好 都是有别于现在的一个手机 那再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性能了 性能一直是华为Mate系列 最大的一个重点 首先就是我们的麒麟980的SoC 这一颗拿下六项全球第一的7nm处理器 好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除了7nm的首发 Cortex-A76的首发 双NPU的首发 Mate系列的首发 好 全球第一个做到1.4G LTE的下载的 这个Baseband 好 以及这个Support最高的 这个频率的记忆体的一个配置 这么先进的技术 来自于我们优秀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台积电 细品 以及晶圆 电 好 在我们在此特别感谢他们 谢谢 好 那再来可以看到我们这个980 在基于7nm的制程上面 相较于我们上一代的产品 不单单是性能 甚至是功耗 都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提升 这边看完各位数字 没有感觉 这个数字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用实际的操作来告诉各位 点击反应 APP启动 跟操作反应数字 都至少提升42%以上 我想42%是相当相当的有感觉 实际拿起来操作 就知道今天在台上的这位 没有在唬烂各位 好 再来我们看到APP的启动速度 大家都说7nm不是只有你加油 另外一家从美国来的厂商 他也做了7nm 人家封闭式系统应该比你顺吧 好 我们直接捞了市场上15大的apps 拉出来做开启动APP的对比 结局不用我多讲了 都是7nm 效果不一样 好不好 这个是实际的一个实测的数据 那我们刚刚前面也跟各位说明到了 所谓的天生快一生快 18个月不卡顿 一开始华为自己讲 现在由这位叫做德国的Connect杂志 这个杂志 还蛮硬的 它在业界是有名的硬脖子 它完全不受厂商的控制 它完全只用它自己的硬体 自己的理论下去测 它只相信它自己测出来的结果 我们各位可以看到 在经过18个月的老化测试之后 Mate 20 Pro的性能只掉了5% 好 那我们的竞争对手 在我们去年在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它也做了大幅度的更新 也优化了只掉了28% 但是相较起来 好 整体的速度 跟我们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差距 好 那快 快 很简单 超频下去就行了嘛 反正不要开了功耗 就超频 但是我们还要强调 不止快 续航还要更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第一个把电池容量越做越大 我们已经做到了 在Mate 20 Pro上面的42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 好 那在整体的功耗模型使用时间上面 更是达到了11.21的小时 这是基于超重度使用者的模型去测的 好 比起竞品来讲 多出了至少33%的一个使用时间 那在充电也要快 我们的技术已经从22.5瓦的 4.5伏5安培 进化到了10伏4安培的40瓦充电技术 而别家还在15瓦跟5瓦这边在慢慢挤压膏 好 所以看到的结果是 我们在半小时之内 透过40瓦的充电器 可以直接帮你充保七成的电量 这个七成是基于4200Mate的七成 所以大概叫2940毫安 2940已经是大部分手机充到顶的规格了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超级快充 安不安全 会不会爆 好 各位要相信我们的德国莱英 帮我们做的这个认证 在经过各种严苛烤箱冰块里面的测试之后 确定这个充电技术是安全的 没有问题的 好 那除了有线快充这边 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无线的快充技术 而是这个充电技术高达到15瓦 好 15瓦什么概念 相较于竞争对手的无线充电 快了至少70% 好 所以不只是有线快 无线也快 甚至你出门最常碰到的是 你们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 你的朋友一定率先手机没电 为什么 因为他用的不是华为 然后你就发现各个桌上里面 到手机后面都插了一个 那个叫什么 行动电源 好 各位今天有一个新的社交方式提供给各位 当你拿的Mate 20 Pro的时候 把你的手机反过来 直接帮他做无线反充 此处应该要有掌声才对 谢谢各位 好 我想这样的一个无线反充功能 在我们内部的研发 他给了一个昵称叫做把妹神器 为什么 因为漂亮的妹都用iPhone 他的手机一定比你先没电 所以你就把他的手机 我帮你充电 黏在一起之后他就离不开你了 因为他手机在你手上 好 非常好用 好 再来我们谈到快速这件事情 非常难以置信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4.5G 已经来到了1.4G CAT21的一个全球首发 好 这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一个先进技术 好 不只是速度 也包含了我们的天线性能 好 比起竞争对手也高达120%的这个强度 那连Wi-Fi也都很快 好 Wi-Fi我们已经可以下载到1733Mbps 好 我们可以看到在跟竞争对手的一个比较的一个逻辑 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差异 那定位也很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加了一个双屏的GPS 双屏GPS在搭上AI的场景优化之后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严苛的测试 我们找了一个全球高楼大厦最密集的地方 来做了一个测试 大家可以看一下影片 好 各位 各位从实测的图里面看出来最后的结果 三台手机都是同时绑在腰带上的 所以不要说我有遮蔽谁的讯号 来 各位可以看得到 哪一台手机的实际的导航的轨机 最接近当时的规划结果 我想答案应该很清楚 留在各位自己看 好 那再来就谈到这次的影像的部分 这是我们的新一代的莱卡三镜头 我们采用了新的革命式的矩阵式多焦摄影系统 好 我想这个 从10月16号全球发布之后 大家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有意见 好 网路上有各种各种的创意 这里面包含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网友 他告诉我说 这是我冬天洗澡在用的东西 这叫浴霸 军事迷的朋友告诉我说 不对 我十几年前看阿诺年轻的时候 他肩膀上扛的那一管火箭筒 是这玩意儿 前几天晚上我吃烧肉的朋友告诉我说 不对 赔肉 你们家那个设计师应该是吃烧肉长大的 因为跟我昨天烤的麻糬有点像 好 不管各位怎么想 最后我们的设计师告诉我说 别让平球限制你的想象力 因为我们的这个四桶的设计 来自于Porsche 919的这样的一个日行灯设计 好 在今年所有的手机千篇余率 翻过来背面都几乎长得一模一样的时候 这个非常具有标志性 而且结合于超跑这样的一个设计 绝对是让你在今年下半年最明亮的 最容易被识别的一个标志 好 这里面我们有非常非常先进的照相系统 好 这三颗镜头怎么来的 好 我们先看MAY20 它有一个1200万画素的标准镜 1600的超广角 以及800万的两倍光学变焦 那么在MAY20 Pro呢 则是来到4000万的长焦镜 对不起 4000万的标准镜 2000万的超广角 以及800万的三倍长焦镜头 这里面除了复杂的工艺之外 镜头也更是不可少 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 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那个 大力光 好 还有以及我们的 异光科技 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优秀的一个原件 谢谢你们 好 除了镜头好 芯片好 拍照摄影常常讲的一句话叫做 抵大一级压死人 这讲的是你的抵运 好 我们的抵运在MAY20 Pro上面来到了 1.7英寸分之一的这一块感光元件 我想各位应该不意外 我们在上一代的产品 P20 Pro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感光元件 搭配当时创新的莱卡三星头 实话跟各位报告 在目前的拍照指标网站 DXO Mark上面的P20 Pro 仍然以109分 高居在榜首上面 一直有人去挑战 但是从来没有人超越过 那我们的MAY20 Pro 大家一直 我们刚才下面一直被问到说 你们今年DXO Mark分数到底多少 这个我们在上礼拜五的 余总已经跟我们讲了 他说 我们一旦公布了分数 我们很怕打击了竞争对手的士气 所以再等一下 好 所以我想我们的整体的 我们对于整体的拍照效果 我们还是相当有自信的 那我们的感光度呢 ISO也来到了10万2千4 10万2千4什么概念 代表是超高噪点吗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在噪度只有0.5个流明的情况下 只有MAY20 Pro能把暗示的花朵拍清楚 好 在户外的深夜 也只有MAY20 Pro能够把 好 高速公路的街景拍清楚 户外的夜间逆光人像 也只有MAY20 Pro能够把 亮暗之间取得如此平衡 甚至我们的Super HDR技术 融合了多张照片的特征 然后把它融合起来之后 形成了一张前景美后景 一样漂亮的一个人像照片 各位可以看得到 在背色的这个模特儿的整体细节 还有背后的这个夕阳的光运 都被很完整的保留 即便你在逆光之下 背的窗坏拍 各位可以看得到三台手机不同状况 拍出来的结果 背景的细节是MAY20 Pro被保留最多 同时在MODEL这边依然保持着明亮 还有整体的清晰度 可以说我们这次的MAY20系列 实现了16mm到270mm的手机全挑段的一个摄影 过往你出门戴的单眼的一机三进 你戴的手机的两只手机 因为一只要变焦一只要广角 现在出门你只要戴一只手机 就可以直接实现的 好我们新一代的一倍 然后到了一个超广角 再往上到三倍光变 五倍无损 好全部都在你的手上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切换 你只需要负责找好你的景色 剩下的交给手机来处理 我们可以看看在三倍到五倍的这样的一个 变焦处理下面 各位昵称奴才们的拍这个组织爷 好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他的细节一样拍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甚至要拍建筑物的时候 总是发现退不了一步了 没关系这时候切到广角镜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宽广 好甚至拍这种人像的时候 广角一开下去我想这个细节整吐是差非常多的 好甚至拍这些街景 两栋大楼早是好像没有入到眼的时候 我们把广角一开下去 视野宽广就出来了 好甚至拍彩虹 彩虹很漂亮 但上面的你也要拍下来啊 好所以这些都是在一台手机上站在同一个位置 你只是切换一下焦段就可以得到更漂亮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看更多的样张 像伦敦的拍摄冰岛的拍摄 还有甚至在瞬间拍照也可以用超广角来做 还有甚至拍动物的时候 也可以拍出这种大头狗的照片 这些都是在手机上的广角镜可以做到实现的功能 另外这次Made20系列呢 我们也提供了2.5公分的超微距镜头 能够让你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细节 2.5公分是什么概念 我们来超级比一比 三台手机同时一直拉5公分的时候开始浮了 到了2.5公分的时候 这边只剩下物理看花 只有Made20 Pro 能然能够保持最清晰的身影 这样的一个新进技术 我们可以让你拍到更多大自然的微距美景 或者是在螳螂50丸正在清理它的镰刀的时候 你可以清楚看到它镰刀上的细节 甚至在花蕊上面正在伪装蜜蜂的蚂蚁 你也可以看到它很细节正在辛勤的工作 那么即便是在水下 虽然有IP68防水能够让你潜到水底下1米30公分了 但是我们搭上了专用的防水壳之后呢 可以让你下潜到海底至少到5米的一个程度 可以让你实现到水下的人像摄影 甚至在潜海浮潜的时候 也能够做好这样的一个拍摄效果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也有把我们的潜水壳带到后面 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实物的拍照 另外再来我们的拍照这边 我们讲的广角微距什么 讲的非常的多 那你不是说你放了一颗AI处理器吗 那你这次的AI是什么 我们在去年的Made 10的时候 讲了13种的物体场景辨识 P20 Pro讲到19种 我们在8月23号的Nova 3发布会段 讲了22种 接下来要讲几种大家才会有感觉 50种 100种 没有Feel了 这因为在上去你没那么多物体可以拍 这次双NPU带来给大家最有特色的东西 就是叫做AI人像流色 我们直接不多说看一下影片 AI人像流色怎么做 好 各位从这段影片里面看到 有的人学多媒体的可能会痴之以鼻说 这我回家用电影后制进我的工厂里面也做得出来 但是你得后置啊 好 现在你只要拿着这台手机 直接开录影进行AI抽色之后 马上就直接把你的颜色保留下来 其他背景全部拉到黑白去 这种即时性的处理 必须靠专业的这个AI处理器 也只有我们目前的980能够办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再来我们谈到我们的这个前镜头 2400万自拍 好 结束好像没有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宽的刘海 因为我们里面放了非常多的元件 点阵投影器 泛光照明器 TOF 光度感应器 还有红外线镜头 为的就是要帮各位实现 0.6秒的脸部急速的解锁自拍 同时这样的一个安全性 已经达到金融等级的支付 它的失误率低于百万分之一 好 那自拍这一点也是各位 对在座的各位美女们所关心的 怎么样可以把我拍得更美 又不会把我批到海关认不出来 好 我们在这边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3D自拍的效果 包含HDR Pro这样的技术 可以看到在三台手机上面 逆光下的自拍效果 好 效果是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即便是在暗光下 自拍的时候 不是一昧的亮就好 亮完就大家就死白一片 好 我们要让你发色正确 细节饱满 好 这也只有我们的Mate 20 Pro的 表现效果是最好的 最后我们进到体验这一块 Mate 20系列首发了Android 9 这个昵称叫Android Pi 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 搭上我们新一代的Emotion UI 9.0 的作业系统 这里面让大家最有感觉的特色 就叫做手势导览 我想用Android手机的人 长久以来有一个痛点 就是说 我不是不爱用Android 可是你下面老是有一条海苔条 横在那边影响我的可视区域 用起来很不舒服 而且我手得一直往下走走走走 才能操控手机 现在我们直接透过手势 就可以来做说明了 我们把这海苔条藏起来之后 往上一滑定住一下 它就变成了多工切换模式 在往内滑之后 它就变成返回上一页 甚至你要再回到桌面的时候 再往上只要轻轻一滑 它就回到桌面去了 全部靠手势操作 那条海苔条真正彻底的不见了 我想这个对消费者非常方便 用过了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用 那我们的High Vision 这次可以透过AI来帮你探索整体的大千世界 包含艺术地标商品翻译以及食物的部分 都可以让你在相机一拍之后 就可以及时的做出辨识 甚至各位有在做饮食控制的 你一定很讨厌每次出门要带一个棒秤 帮你量食物的重量到底是多少 先不用了 带自Mayor 20系列就行 因为它可以帮你做基于3D建模的卡路里计算 怎么做的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 应该还蛮方便的对吧 好的 再来针对商务人士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先进的功能 叫做无线投屏 什么概念 在去年的Made10上面 我们实现了叫做一根线 就能够帮你做投屏 你不用再接专用的底座 你也不用接什么蓝牙键盘滑鼠 就靠一根线 剩下靠手机操作 现在我们连这根线都拿掉了 直接透过WiFi连线 我们就能够实现 子母画面的一个播放 好 这边在播放的时候没问题 当你电话进来的时候 它不会去干扰到你的大萤幕的播放 彻底的保护你的隐私 这里面包含你的简讯 什么LINE 什么WhatsApp进来的时候 它一样也都只在小萤幕上面做显示 十分的方便 大家都对于自己的隐身很保护 没有人希望 在简报的时候 这边突然跑跑出来 爱人今天晚上去哪吃饭 哇那尴尬了 对不对 好 再来我们的分享 华为Share 3.0 做得更简单了 可以除了在华为手机之间交换档案 PC Mac 甚至到印表机这边 我们都可以直接透过无线分享的方式 来做一个档案传输 速度更是高达488Mbps 简单的来说 我们的MAT20系列 我们定义为所谓的全方位旗舰 这里面全方位旗舰包括了9点 包含了续航时间 充电速度 微距摄影 低光摄影 全焦段摄影 APP的开启速度 4.5G的网速 WiFi的网速 以及GPS的定位精度 跟目前现有的所有最新的旗舰机相比 全部都是顶好顶满的一个规格 因此我们希望定义它为一个全方位的旗舰 那这里面 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众多的优秀供应商伙伴们 好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被动元件 包含像我们的嘉练义 包含我们的华通 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经济新星华星科 还有 好 各式各我们的所有的供应商伙伴 没有你们 成就不了MAT20 谢谢你们 好 在我们机王的看完MAT20系列之后 我们再为各位准备了一款非常具有高CP值的手机 叫做Y9 2019的一个产品 抢先在2018先开卖 这台Y9的手机呢 6.5寸的Full HD的全面屏 好 是一台大手机 但是它的尺寸只有以前的5.5寸的大小 它有德国莱茵的TUV认证 但是注意哦 这叫做护眼认证 好 拿着大手机人常常长时间盯的萤幕看 眼睛盯久了 那叫什么 黄斑布病变是吧 很容易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我们有这个低蓝光的这样的一个 帮助可以呵护你的双眼 后置镜头1300万的AI双镜头 能够辨识超过20种的物体与场景 那么在前置镜头部分 则来到1600万的AI双镜头 透过后续的软体资源 也能够支援到8种的AI场景识别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哇塞今天这一台产品 你不是说低阶手机万元以下吗 为什么跑出来一个 之前你P20的旗舰功能 叫做手持超级夜景 没错 我们把这个AI专用的功能 下放到了我们的 这个中低端的产品上面 拿着我们的Y9出门 一样不用带脚架 一样拿着手持鼠 6秒结束 就有一张干净漂亮的夜景照 我想在目前所有的低端产品上面 还没有人做到这样的一个功能 晶片上面则采用到我们自研的 12奈米的麒麟710处理器 在整体的功耗跟性能 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同时在电力续航上面 更是来到了4000mAh的一个大电池 我们可以连续打游戏打9小时 也可以连续听音乐听65个小时 接下来可能花粉们会高潮 One more big thing 是不是你今天华为要讲什么东西 好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deliver one more big thing 是我们新一代的平板 我们的M5 Lite 以及T5 好这两款10寸级的Wi-Fi平板 好这两款平板呢 我们在我们的M5 Lite呢 使用了我们的Harmond Carden 好的一个四喇叭技术 让整体有立体环绕的音效 同时也支援了M-Pen Lite 能够有2048接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感应 能够让用户自行的灰洒创意 色彩 在电池的部分呢 来到7500 非常大的一个电池 但是我们加上18瓦的快充之后呢 让你在不到三小时之内 可以把平板给充饱 好这个 这个One more big thing 相当的有感觉 那我们今天还有在同厂加印一个 就是我们Mate 20系列的一个最佳伴 也就是我们的 好 华为GT 看起来这人说 你这华为你不是做通讯的 我们可以卖手表了 而且还卖起来像 真的像一支普通手表 好这个手 穿戴装置好 它采用到了一个非常大的 46.5mm的一个大表镜 好 搭配1.39寸的OLED彩色的萤幕 同时呢 它非常的保 只有11.8mm 而且重量也很轻盈 戴在手上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跟其他竞品的一个比较状况 那最重要的就是穿戴目前 当2015年开始卖 卖到现在一直 大家都说穿戴会火 会火 会热 到了2018年 大家没看到那把火点起来 为什么 因为 手表一天到晚要充电 这不符合大家使用习惯 好 这次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这个 华为GT 待机长达到 两周的时间 我实际戴了一个月之后 我那个充电板 我为了怕它不见 我都黏在我的荧幕上 为什么 因为两周才充一次店 你这临时找 会找不到充电板 你知道吧 好 所以我们可以到达14天的一个场景 那这14天是不是说 啊你都把什么 心跳关掉啦 GPS关掉啦 什么都关完了 这个讯息也不推送了 当然有14天 不是哦 我们有 基于24小时的心跳量测 每秒就量一次 每秒量一次的情况下 这样还可以帮你撑两周的时间 好这里面我们来到 这里面有非常好先进的一个技术 我们的双引擎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来实现到这样一个14天的长待机 甚至对于爱游泳的各位 好我们称之为 叫做水中蛟龙必备神器 为什么 第一个泳之辨识 你游蛙式 自由式 仰式还是蝴蝶式 都可以帮你辨识出来 再来水下50米防水 再来 你在室内游泳的话 它可以你自己设定水道长度 跟来回的圈数 可以帮你做目标的设定 最后在户外游泳的时候 你也不用担心怕自己游到游不见 它有一个GPS的轨迹追踪 能够帮你更完整的记录一个游泳的过程 那在我们的Band 3 Pro上面 这是我们另外一款的一个穿戴 它则是也是用到彩色 0.95寸的OLED萤幕 那一行能够显示5个 好总共可以显示5行的一个中文 同时也内建了GPS 在GPS运作下的时候 可以连续工作7个小时 水下50米也能正常运作 最后带到的产品呢 则是我们的Band 3E 它是一款入门级的穿戴 那也可以说是专门为 爱慢跑的朋友们设计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原厂标配了一个鞋带的扣具 你平常不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戴在手上 要跑步的时候透过扣具把它绑在你的鞋带上 它可以帮你去做跑姿的辨识 在跑完之后帮你事后做分析说 你今天的弱点是不是会伤到你的脚踝 还是伤到你的膝盖 好可以帮助你做后续的一个追踪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 洋洋洒嫂我们讲了8款的产品非常多 我想大家就是在等最后 这个上市的颜色跟价格了 好我们的Band 3E 好我们会上黑色跟粉色 以及Band 3 Pro 我们会上黑色蓝色以及金色 我们在台湾的建议售价分别是 790以及2280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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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要及时不要害羞好不好 好再来我们的Watch GT 我们的这个博形美学 46.5的大表径 全时低功耗的心率偵测 50米防水跟连续两周的待机时间 本来我们只想倒一个运动款 后来发现这个时尚款实在是太好看了 所以我们决定两个板都倒进来 那在台湾的建议售价是 5990以及6990 好大家有Cue有感觉 欢呼声都出来 后面要有更大的尖叫声好不好 好 再来我们的T5跟M5 Lite 都是10寸级的Wi-Fi平板 都是Full HD的显示 那在T5上面我们给了金色黑色 那么M5 Lite只给了金色 好我们在台湾给的建议售价是 6990以及8990 好最后我们的Y9 2019 这样的一个6.5寸莱茵护眼认证 AI四镜头带手持超级夜景 还有4000Mi的大电池 怎么看这台产品都该卖到9900才对 好 那我们在台湾给到的建议售价是 7990 好 最后呢 就是 我们还是要秀一下 我们的Michael 他在之前 我们在上市之前 跟地区部PK的成果 我们的Made20系列 好 6加128 莱卡三镜头 6.53寸 4000Mi电池 搭上莱茵认证 超级快充 当时在伦敦的建议售价叫做 849欧折台币31000 听完大家可能要离席了 31000早点洗一睡吧 好 好 我们在台湾给到的售价是 22900 好 以及Made20 Pro 我们的一样的新的莱卡三镜头 6.39寸的OLED曲面屏 4200电池 40W快充 以及15W的无线快充 伦敦发布会售价 1049欧折台币37000 我看到后面 那个门关好不要让人离开啊 那门关好啊 好 在台湾 还有一组超级快充 所以我们拿了最大的诚意来回馈给台湾消费者 以上 谢谢各位 谢谢唐经理 太厉害 但你要谢谢我 因为刚刚尖叫是我帮你带的 就是我 因为听到那个价钱 你不觉得真的应该再拍手一次吗 看到伦敦的价钱的时候很多人都傻眼了 很想要 没想到我们台湾 谢谢Michael总经理跟团队 带给我们台湾消费者最好的产品 超越巅峰了 好的我们刚刚呢看到了这么多这么多资讯之后 我们讲了很多品牌创新的科技 但是一个品牌还是要接近消费者 各行各业的朋友愿意买来使用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也为大家介绍有八位各界的名人 包括了金钟奖的导演编剧许导演 还有呢国际大赛的这个摄影得主李毅仙 人气的电玩实况主杰哥 世界冠军艺术面包的唐雕裴老师 以及呢这个YouTuber欣陪文创品牌创办人东东 人气创办家田欣蕾 其实还有第八位 他是一个明星旅游达人艾瑞克 他不客前来 因为他现在还在旅游 Anyway这八位优秀的跨界名人 为我们来诠释 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好好享受 华为MAT20所带给你的精彩人生 请看影片首播 立志成为一位说故事的人 对于自己追求的梦 梦的形状未曾改变 创作路上有孤独有挑战 一点一滴累积生命的厚度 不停进化 不断超越自我 每一天都是新的自己 我自在超越 我 不喜欢一程不变的生活 只想每一次都有新的东西可以玩 不断地改变自己 藉由竞争 比赛 让自己变得更不一样 喜欢每个阶段持续地超越自我 每一个当下的自己 都是我下一个要赢的对象 我 自在超越 我的企图心就像旅行一样 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 即使旅行到同一个城市 也坚持找寻新的景点 新的美食 我喜欢超越自己到无法想象的境界 领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奇 我自在超越 没有被肯定 我就想要去突破这些人的看法 我相信我可以做什么 作品代表我的故事 我的挫折 我的希望 不断超越自己 每一件作品 都是经过时间锤炼下 所展现的力量 我 自在超越 谁说女生一定要像女生 霸气是我另一个称号 好 哎呦 一直在卡这一罐 不断充实自己 坚定目标超越自我 对我来说 就是不要放弃自己 不要放弃任何可以成就自己的机会 我 自在超越 从没想到摄影与我有关 从一窍不同 到变成兴趣 每按下一次快门 带来的快乐超乎想象 摄影 已成为我的生活全部 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 挑战超越今日的我 成就明日不可预期的我 我 自在超越 修学 修学不是结束 反而是新的开始 实现品牌的梦总会放弃 问题反而是我的挑战 不重新的领域的阻碍 让我不停的学习 每次开发出新的产品 都是再一次的进化 自己也能更加倍的成长 我 自在超越 我的人生 到每个新地方 就是从零开始 我执着于 一旦做了决定 绝不轻言放弃 坚持到底 我喜欢做我不擅长的事情 有新挑战才有意义 如果满足于现有的成绩 又怎能发现自己 更多的可能性 我自在超越 谢谢八位 呼应我们超越自我的品牌精神 自在超越的八支影片 是用他们人生的淬炼而换来的 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他们到现场来 特别请三位上台跟大家做进一步的分享 包括他们使用了Mate 20手机 所拍摄的作品 稍后也在台上分享 首先欢迎金钟奖得主许导演 还有YouTuber欣培 以及帕提亚品牌创办人 黄世民东东 请三位帅哥上台 跟所有的贵宾 供应商 经销商 来见面 谢谢 欢迎 好 首先我们先请许导演 好 谢谢 谢谢 站对位置 早上不是彩排过吗 导演自己都不会占位置啊 来 导演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对于超越的定义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许丽达 那 我是一个期待自己说故事 然后讲给大家听的一个人 然后每一次在作品的累积当中 其实都是丢掉过去的自己 然后要尝试新的创新 然后把片子拍得更好 故事说得更好听 所以对我来说超越自己 就是丢掉自己的过去 说得真好 导演是得到金钟奖的导演 跟编剧奖是不是 对 哇 去年对不对 去年 今年呢 今年没参加 好 没关系 我也都没拿到 这两年 恭喜你 所以导演说的话很有说服力哦 我们听听另外一位 年轻人的偶像 YouTuber欣陪怎么说 超越是什么 因为我本身是个网路影片制作者 然后对我来说 我喜欢挑战新的东西 所以超越对我来说就是不断的尝试 以前没有尝试过的 然后去学习以前没有学到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可以一点一点的进步 然后让我的观众可以跟着我一起进步成长 是 说得太好了 生活上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哦 很快乐的 也不会觉得累 虽然点击率压力也蛮大的 做喜欢的事嘛 对 做喜欢的事 就很快乐的自在超越 不过你真的要赶快超越自己 你该要换一支智能手表了 好 你的手势一直不断的秀出别的品 没事没事没事 刚推出 好 接下来我们请东东 创办人您有什么样的诠释 关于超越这两个字 我是设计家具品牌 PATIA打铁仔的创办人东东 那为了实现设计品牌的一个梦想 我在前年大三十选择修学 投入创业 而在创业以及开发性设计的过程中 总会不断遇到各式各样新的 未知的问题与挑战 那对我来说 每次克服新的挑战 开发出新的设计 都是一次超越自我 以及证明自己的进化的最好的方式 哇 解释讲得非常的好 不过语气可以再加强一点 你刚有听到唐经理的简报吗 有 坑枪有力 对啊 唐经理还在吗 是敢去帮人家助选吧 哇 你真的太厉害了 我十二月底发片 你来帮我简报好不好 你帮我做一个一百二十页的 好 谢谢唐经理 谢谢三位 Anyway 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们今天有一些实际的对于产品的体验心得 导演 你是一个影像创作者 你先说 对 因为其实 我对这一次手机的一个功能 特别的感到惊艳 就是他摄影里面的人像流色功能 我自己试拍了一个片段 哇 他刚刚说 其实后制做得到 没错 但是如果现场就能够直接拍的话 就我那时候拍的时候非常惊讶 这个即时运算的效果是怎么办到的 人像流色 对 只有人会有颜色 然后其他地方都是黑白的 是 这位女士是 啊 这我太太 也对 你也不方便拍别的女人 对 故意穿红衣小女孩的颜色是 呃 吓唬谁的 因为他穿什么颜色 因为他穿什么颜色 OK 我想说红色比较显眼 哇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如果我们时光倒流到五年 甚至二三十年前做影视工作的时候 这个要进后制花多少钱 对 那抽色很麻烦 对不对 还要花很多时间 现在只要一台MAT20 Pro就可以了 对 因为它即时的 即时拍就马上有 对 我觉得那个运算蛮奇妙的 对 太神奇了 好 那你老婆为什么不转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呢 啊 因为他没化妆 那时候 即时也没差啦 好 非常谢谢这个导演的分享 这是他实拍的一个结果 来 我们这个YouTuber 你也常常在拍影片齁 对 我比较喜欢他16mm 那个莱卡超广角功能 是 大家都爱 因为他这个可以让我们的空间更具有立体感 因为我可以在同样的镜头里面 塞更多的画面进来 对 所以在很多时候拍照的时候 这是刚在楼下中午吃饭的时候拍的 哦 这就是今天外面的酒店 我其实没有站很远 它就只在外面的小广场 可是我可以几乎把整个大楼的景 全部拍在我的镜头里面 这对我们拍影片来说 有时候我要取比较红尾的镜头的时候 会非常方便 没错 尤其到一些漂亮的饭店 对不对 挑高这么高 如果你没有超广角 没有我们华为手机 那是没有办法一次掌握的 对 哦 谢谢你的分享哦 谢谢 好 那我们这个品牌创办人 你做的是家具 你在意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惊艳 以及最吸引的地方就是 2.5公分超微距镜头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自己很常会需要拍摄到一些商品的细节 这个部分 那有这个2.5公分超微距摄影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可以让我拍摄到更多更细致商品的细节 以及我所有想要看到更真实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最吸引以及最大的惊奇 哇 这个太厉害了 你看看 因为它有很多零件 可能要被客人看到 对不对 你可能必须要过去用单眼相机 现在呢 有我们莱卡的超厉害的广角镜头 有 有 我很努力 你很努力 你刚刚真的有认真在听唐经理的简报吗 有啊 真的吗 那倒数第二页是什么 干嘛这样 干嘛这样 我也不记得啦 其实一百多页都有一点茫了这样 可是都是好消息 都是厉害的消息 也更谢谢三位你们亲自出席 包括台下的另外三位 邀请你们一起上台来合照好吗 来 谢谢 我们欢迎这次帮我们见证 志在超越这个概念的六位名人 谢谢 谢谢你们支持 华为旗舰新机上市记者会 不但拍摄的见证的影片 而且还亲自出席 好 警工作人员帮我们递上手机 欢迎现场的贵宾媒体朋友 3C达人布洛克 帮我们多多的分享 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领域 每一个人都是业界的达人跟翘楚